下面这个题需要老师们有耐心地听 因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个案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组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我总是得不到她的肯定 我做点什么事 对我张口就是骂 开始我也理解她 身体有病 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我真是受不了了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57岁 来自黑龙江无业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孙女士56岁 来自黑龙江无业 有请孙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咱这结婚多少年 三十八年 结婚三十八年了 老夫老妻了 您今天是来控诉她的是吧 是的 这要控诉她什么呀 一个跟了你三十八年的女人 还有啥好控诉的呀 这不是上次打仗 她不伺候我跑了吗 打仗她不伺候您跑了 我问妻子吧 为什么打仗啊 为什么跑啊 她说跑了她纯粹都是瞎话 瞎话 我就是回了上我儿子 跟她来待几天 散散心 我没有跑 我走了 问她用啥我走的 你为什么去儿子家的呀 因为我脾气不好 因为您脾气不好啊 就从她有病就心烦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脑梗 脑梗啊 梗三回了 都梗三回了 这运气算够好的了吧 梗了三回还能动 肢体上还没问题是吧 手不好使 手不好使 说话费劲 说话费劲 您需不需要做个凳子 不用 您如果需要的话 随时跟我们说啊 我们给您提供凳子 她不就一病人吗 您跟她叫什么劲呢 跟她我倒是没有较劲 她来到儿子家 儿子孩子小 就是头四五天的事吧 咱们说 她吃饭呢 要我去给盛饭去 我就稍稍慢了一点 她啪吧 爬着腿摔低了 孩子正睡觉呢 给孩子吓得嗷嗷叫唤 完我就说她 我说你看你这脾气 也太大了吧 你就不能缓缓你的脾气吗 咋说她 她不爱欺你去 你再有病 你得体量体量 咱在孩子家 不像在自己家 你把东西都给推翻了 为啥呀 生气 为啥生气呀 我的人就是说 不愿意听谁说话 他要说话 我就来 他就心烦 我一说话他就心烦 他以前也是这脾气吗 他以前不对 就是从哪儿得着病了 他就是另一个人 什么时候第一次嗝的呀 第一次嗝是头三年 三年前 对 后来怎么又嗝了呢 回来 她还喝酒 我总劝她不让她喝 也不让她抽烟 也说不听她 完了又进了医院 她得着三次病 我从来都没告诉我儿子 就我自己在家照顾她 都是您啊 就我自己 我问吧 您媳妇说 三次脾梗都是人家照顾的 是的 照顾得好不 不好 不好啊 听得伤心吗 伤心 她更伤心 太伤心了 都要哭了是吧 咋不好啊 她干啥 太慢 大夫不让你喝酒 为什么你还喝酒 不让你抽烟 为什么你还抽烟啊 那忌不了 忌不了啊 那你不怕丢了命啊 不会 这真是真不讲理啊